美国利用非正规贸易手段 对我国科技企业围追堵截 利用自己芯片半导体的地位 卡了我国高端芯片发展的脖子 不仅如此 还威胁我国台湾芯片代工巨头台积电 停止与华为合作 让一度辉煌的麒麟芯片成为了绝场 另外在拜登政府的威逼利诱下 台积电也不得不投资120亿 跑到美国建设先进的3纳米芯片工厂 而正当拜登政府暗暗自喜 以为已经吃定台积电的时候 这位芯片巨头却一反常态 不顾美国的反对 正式并宣布将投入159亿 用于扩大南京28纳米芯片的产能计划 如此两极翻转的态度 让拜登都傻了眼 那么 一直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台积电 为何态度转变会如此之快 背后又有怎样的原因呢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来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清视大陆市场 台积电市值直线下降 国内市场竞争力优势越来越低 美国芯片禁令发布后 台积电火速和华为划清了界限 并接受美国的邀请 跑到利桑那州凤凰城建厂 可没想到的是 美国刚开始承诺的高额补贴 却成了一张空投支票 并且受成本的限制 整个厂房的投入 可能要比预计高出50%左右 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工厂搬到美国 反倒赔了夫人又折兵 美国不仅没有给台积电 带来更多的订单 目前最大的客户依然是苹果 按照如此计算 即使没有搬到美国 苹果的订单也一直是台积电生产的 如此隔血搔痒的做法 台积电自然能权衡利弊 而反观大陆市场 台积电也是节节失利 在高端芯片的生产上 因为失去了华为的订单 高通又转头和三星继续合作 即使美国有苹果和英特尔 AMD这些公司的订单 但台积电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由于美半导体行业遭遇雪崩 下游厂商因为库存积压 台积电订单被砍进五成 与去年7500亿美元的市值相比 如今市值已经跌至3500亿美元 几乎被腰斩 无奈也只是通过关闭生产线的方式 来节约生产成本 而在中低端芯片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在5纳米以下芯片的制程上 我国的生产能力稍显不足 但是在28至60纳米的芯片生产上 已经完全具备量产条件 大量的订单已经流入了中芯国际 等大陆芯片企业的口袋 中低端市场被瓜分 也是台积电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 大陆市场将成救命稻草 台积电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摆脱美国的控制 要说台积电其实也挺无奈的 美国掌握着大量的芯片专利和技术 并且台积电的大部分客户 都是美工企业 因此迫于无奈 不得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如果台积电摆脱不了美国的控制 那么离成为美积电也不远了 虽然在半导体领域 越先进的生产工艺 代表着这家企业的技术越厉害 但目前而言 5纳米以下的芯片并不是刚需 除了在手机等电子产品上之外 大部分的设备还是以14纳米 28纳米芯片为主 甚至很多工业设备上用的还是60纳米的芯片 而随着市场性能需求的饱和 即使是2纳米和5纳米相比 所带来的性能提升 不是很多用户能直观体验到的 性能过剩也成为当下芯片发展最大的难题 台积电想要打破僵局 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光是盯着先进的芯片工艺上下功夫可不行 重新开拓多元化的市场 成为了台积电的救命稻草 俗话说 有市场才会有需求 随着我国的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 对芯片的需求可谓是越来越高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领域 还是人工智能领域 对14至28纳米芯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根据数据统计 到2030年 我国仅仅是汽车芯片领域的需求量 就高达1000亿克 市场规模约290亿美元 很显然 台积电在此时突然宣布 扩大南京28纳米晶圆厂 已经是盯上了这块蛋糕 随着我国2025年 芯片自给率70%的任务打响 国内半导体芯片企业 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了起来 28纳米 14纳米 已经实现量产 7纳米工艺的研发 也已经进入攻坚战 中芯国际的14纳米 28纳米芯片备受瞩目 一方面 中芯国际有大量的成熟芯片产能 另一方面 中芯国际的成熟工艺 已经达到了业界良率水准 并且有能力和对手在相同制成工艺下相比较 当然 14纳米 28纳米并不是中芯国际全部的工艺制成 更进一步的12纳米也取得了突破 根据业内传来消息 中芯国际完成了12纳米芯片的量产 和14纳米芯片相比 中芯国际12纳米性能提升了10% 功耗降低了20% 12纳米工艺或许是中芯国际目前最先进的工艺 随着传来量产的好消息 是否意味着华为麒麟芯片即将回归呢 这就需要看产业链 以及市场规则的实际状况了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12纳米工艺能够覆盖麒麟710系列的生产 了解麒麟710系列的人都知道 这是定位中端的处理器 搭载的机型主要为千元机 虽然这样的水平只能满足部分群体的使用需求 但毕竟是自主制造 还是有关键作用的 产业链是一回事 市场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能做到100%的纯自主技术 不依赖美系技术 那么让麒麟芯片回归并非不可能 但如果使用了美系技术 可能就需要继续努力了 任正非说过 华为芯片的问题需要放在全球化中去解决 华为会坚持全球化发展 其实不难理解 华为是芯片设计厂商 负责芯片设计和研发 对于芯片制造 则需要得到全球化的支持 在各大供应商的分工合作下 将芯片给造出来 华为为自研芯片十几年 一直都是走设计路线 如果再给华为一次机会 不知道会不会做不一样的布局策略 只是没有太多的如果 现在华为需要做的就是 在别的业务领域继续走下去 并且取得更多的销售额 支持海思半导体这些科研部门 能继续维持发展 总的来看 麒麟芯片何时回归 还需要时间的推移 但相信华为一定不会放弃 只要养得起 就会一直养着海思部门 直到曙光的出现 央媒也早就表示 国内企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 只有自主研发 才是国产芯片突围的唯一方法 只有高端技术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才能摆脱美国的芯片控制 如今 国内半导体行业发展一片向好 也让国外厂家不由地担忧起来 除了台积电在南京扩产之外 阿斯迈总裁也直接对美喊话 美国不让我们与中国做生意 自己却偷偷在大陆抢订单 这样的行为太过于无耻 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 才能拥有话语权 否则即使强如台积电 也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而这几年来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 那些一直跟着美国对中国制裁的企业 在看到这种情况也不由地开始后悔 纷纷转头开始和中国做起了生意 这充分说明了 中国在世界贸易上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妄图通过芯片法案打压中国的行为 必然会失败 台积电选择将未来压住在大陆 实为一个明智之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